作词 closes 순� hello大家好 我是平安部屏心景 现在来到了 小冤则站 今天这部影片要带大家深入日本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山梨县的北渡市 會跟大家分享北都市當中好逛的幾個景點 然後呢影片的最後還會跟大家分享兩個推薦行程 大家如果未來想要深入的探索日本的話 可以照著這兩個行程走喔 首先呢就要先在這個小淵澤站 帶大家看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呢是在車站的頂樓展望超級美的 大家一定會喜歡 現在在這個展望台上 我們就是被南阿爾卑斯山賣 以及深厚的八月里夾吉 山梨縣北都市被全山環繞 擁有許多優質的山脈浮流水及湧水水源 日本名水白選當中 更有三個就在北都市 水好酒就好喝 因此許多酒廠看上這個特點 特地選在這裡釀酒 日本酒 威士忌 葡萄酒 燒酒 這裡都找得到 也有很多厲害的麵包店 農業呢也非常的興盛 有很多好吃的蔬果 這些呢後面都會分享給大家 那來山梨縣北都市玩的話 還是比較推薦指駕 從這個車站出來之後 面向車站的建築 左手邊就有租車的地方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第一個景點 這裡呢是 Sunmados清理滑雪場 這個是山梨縣名 都會來滑雪的一個比較偏當地的滑雪場 我特別推薦就是小家庭 帶小朋友來的人可以來玩 因為它的滑雪場 不是那種高難度 有很多可以讓小朋友玩雪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很棒的是 它的風景超美的 進來之後會先是商店 這裡呢也有賣一些山梨縣的優質商品 然後再往裡面走呢 就是租借的地方 大家如果滑雪的時候要戴雪鏡啊 或者是安全帽 手套也是可以自己戴 或者是在旁邊的商店購入 富士山 在我身後耶 哇 好那現在呢 我們要去這個 清理的展望露台 看一下風景 要稍微走一點路 好我們走上來了 這個呢 就是清理展望露台 哇 富士山好像漂浮在空中 太夢幻了吧 然後我們的身後呢 還有一間小小的咖啡館 這個清理天空冰淇淋 是這裡才吃得到的 這個法國麵包啊 溫溫熱熱的耶 裡面所使用的水啊 是八月的水哦 這個地方因為它的水質非常的好 所以到處都非常的強調 這個是哪裡的水 哪裡的水這樣子 哇 太幼哉了吧 滑完雪之後 這裡有餐廳 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個景點 這裡是 是有三個時代的校舍 分別是 明治 大政 還有昭和 因為這個學校廢校了啦 運用它本身 原本是學校的一個背景 就有提供像是 營養午餐的餐廳 其他的話還有可以住宿 如果有想要買一些伴手禮的話 這裡也有直賣所 現在我們進到這個 Oishikako裡面 然後要來吃營養午餐 這個就是用餐的環境 大家應該很懷念這種桌子椅子吧 大家有吃過日本的營養午餐嗎 吃飽喝足了 現在來帶大家逛一下旁邊的伴手禮店 因為它這邊的溫差比較大 所以它的乾燥化也都非常的漂亮 顏色很鮮豔 大家喜歡喝葡萄酒嗎 大陸要買的話 這個是最推薦的 你看它獲得非常多的獎項 這邊的話是日本酒 後介紹的景點也會分享 這裡也有一個以這個地獄為背景的漫畫 接下來要動畫畫 我們現在來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這裡叫做清泉寮 這裡是一個複合設施 有蠻多東西的 伴手禮店 住宿設施 甚至它也會辦一些體驗工坊 然後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這裡能夠吃它園內 所養的 捐山牛的乳製品 而且它建築物前面的露台 是看得到富士山的 那現在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 泡足湯 看富士山 然後來吃他們的 夾雞牛的冰淇淋 這個啊 是他們必吃 剛剛在裡面啊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隻 不買就太可惜了 原本這裡其實是會再更冷 但是現在呢 其實大概有9度 今年就是暖冬 所以他們的血點不夠 以前的話 他們是會製作超級大的冰圈 裝飾在園內 今年就比較可惜 太溫暖了 但是現在呢 就是周末的話 還是會展示小的冰圈 那因為這個地方啊 它是過去 有一個美國人來這邊開墾 所建造的設施 所以它其實跟教會有一個關係 好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清理聖安德烈教會 那剛才還有一點的修改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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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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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日本的传统型 最初没有椅子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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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想要来参观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呢 如果你是很多人要一起来的话 请联络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观光景点 如果你是想要来看他们礼拜的话 每个礼拜一天早上六点跟十点半 有进行礼拜的活动 那个时候的话 大家就可以来这边自由的采观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非常深受观光客喜欢的一个设施 它叫做蒙木之村 一开始听说店主呢就是在这里 开了一间叫做 Rock的咖啡提供咖喱 这边的后车司机呢就非常的喜欢 觉得太好吃了 于是他就变得超级有名 然后呢 他就慢慢慢慢慢慢扩张 成了现在这样子的复合设施 这边呢 冬天是淡季 但是到了春夏的话 平日的话可能会排到 饭店驻车厂那边 假日的话可能会排到 第二驻车厂这里 非常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咖喱啊很厉害哦 它一年可是可以卖15万份的哦 它的米还有蔬菜都是当地产 然后啊它上面还有放 葡萄干奶油 现在这里一个还蛮特别的配料 它的金釀啤酒也是蛮特别的 据说啊这个Rock 过去火灾被烧掉 在重建的时候老板就想说 想要来酿造啤酒 所以金釀啤酒才诞生了 而且啊它还是挖那个 在麒麟做啤酒的职人过来酿造 天盖地的猫杂虎 天啊这间店的氛围我太喜欢了 耶 买了耳花太可爱了没有忍住 好我们现在要进去一个音乐盒的博物馆 这里呢它有展示了非常多 来自世界各国的特殊音乐盒 我们去换了专用的印 看完音乐盒的表演之后 我们来旁边卖冰淇淋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巧克力专家 三只俊杰先生所设计的 使用可可豆去制作的一个冰淇淋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旋转木马 是我推荐大家来 萌木之村绝对要来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旋转木马的造型 真的是超级复古的 它不只是有木马 它里面呢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动物 而且上面的装饰啊都是手工绘制的 非常的漂亮 还蛮适合来这边搭搭看然后来拍照 这样子 好我们到住宿的地方了 一次住到一间呢 它的装潢超级乡村风格 举目所见啊都是干燥花 感觉女生会喜欢 那它的房间呢也是非常的舒适 除了它的环境啊 它的饮食也是不可错过的重点之一 影片的前面有说啊因为山立县这边好山好水 所以呢它的葡萄酒在国际上开始展露头角 今天呢也会再来喝一点他们的红酒 现在上了前菜这个鱼啊 是用八月泳水去饲养的尊鱼 是他们自家宣制的 这个酱呢则是以美乃滋为底 中间还有加一点柚子皮 接下来是他们的菠萄酒 上面呢是经过烘烤的菊浴制八月产的 旁边的培根呢则是西班牙产 但还有使用八月的牛奶 然后把它打成泡 加在这个上面 有种卡布奇诺峰 我觉得这个汤超好喝的 虽然是浓汤但是它有多重的口感 像它的菊浴啊因为经过烘烤脆脆的甜度 感觉因为烘烤有被激发出来 再搭配上旁边西班牙产的培根 这个咸香咸香的滋味 两者融合在一起 超级好吃 烤蒸雕底下白色的酱料呢 是使用山泥县非常有名的白葡萄酒 在酒架中进行调制 椎茸茸 山泥市的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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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 吃肉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然后吃菜的话可能就有提味的感觉 还不错还不错 主餐来了 这个呢是和牛的脸颊肉 它呢是使用山泥县这边也是很有名的红酒产地 上早餐的红酒去炖 底下的这个酱呢也是红酒酱 白色的这个只是马铃薯的酱 其他的蔬菜呢也都是北斗市所生产的蔬菜哟 这个肉啊超级嫩 切下去啊完全感受不到左边 感觉就很好吃 吃吃看 哇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这么软的肉耶 因为它并不是什么很多脂肪 所以才造就它的柔软感 它是扎扎实实的肉 它是却非常的软嫩耶 在旁边的那个葱好甜哦 它外面虽然是脆脆的 但是它里面啊是软软黏黏的那种口感耶 然后还很juicy 很特别第一次吃到这种葱 最后的甜心 这个叫做レモンブラン レモン加モンブラン 有点大家的双冠鱼的概念 里面的栗子呢 则是使用法国产的栗子 它里面呢常有柠檬的冰淇淋 这是它的浴室 哦哦也是很大一间耶 东西也都蛮齐全的 冰箱热水壶还有一些可以泡的 早餐现在要来吃早餐 很大一间的银子 很大一间的银子 最好 很大一间的银子 你怎么在这一间银子 你怎么在这一间银子 我最喜欢的银子 所以请在这里 我最喜欢的银子 谢谢 谢谢 店主呢2019带着家人回到从小生长的北渡市打拼 2022将房间整修 由于他们家有三个小朋友 因此也很欢迎带小孩的小家庭利用 饮食上也会特别对应儿童哦 推荐给大家 接着一大早 我们要来登高望远 欣赏绝境 介绍这个展望台给大家 五四三 要稍微的爬一点山 我们来到了海拔1542公尺的地方 那我们的起点据说是1400公尺左右 不用爬很辛苦的路 就可以到比较高处 然后欣赏绝境 很不错的散步道 只是我来的时候是冬季啦 这种雪 走起来真的要小心一点 来这边能够看到超级清楚的八月 哇 很壮阔的感觉 今天的能见度也太高 月亮耶 哦 好我们现在来到一间面包店 它叫做inno 其实呢在山里县北都市有非常多很厉害的面包店 这间呢是这次跟我一起来的一个台湾人kiwi推荐的 他说这里的吐司啊超级有名 这间店其实表定营业时间是11点开啦 kiwi跟我说啊 因为它这里的面包实在是太好吃了 当地人怕会买不到 所以8点就开始打电话 或者是8点就会直接冲来店里 那因为现在9点25 其实店内的面包就还没有很多 他们还在制作 所以呢是在表定时间11点 面包会是最丰富的 只是如果你怕抢不到的话 只要店家外面它有写open 你就是都可以进到店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去 一个为了山梨县北都市的水源 从长野特地搬过来的酒厂 去那边试喝日本酒 如果想要更了解它的历史 还可以报名导览 跟大家说 过去明治天皇在巡视天下的时候 可是有到这边住一晚的呢 试饮呢是不需要预约就可以过来的 只是人多的时候是真的人很多 到时候呢就要请大家耐心的等待 试饮的规则啊 就是要先花300日元买这个杯子 然后这里是menu 这个呢是他一杯的价格 最贵大概就是300日元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喝的 那我们刚刚叫的是他和上头里合作的 他把酒放进上头里酿威士忌的酒桶 然后去做的很特别的酒 日本酒的清香 那我觉得这个喝起来就是很清爽很容易喝很顺口 刚刚后的一个情报是他的做法是跟香槟一样 他是在里面加酵母 那他自然的产生气泡而不是强加进去的 所以才很容易喝 因为他的那个气泡不是会冲你的鼻子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那现在荧幕前面 这位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料理界巨匠 他叫Alan Dukas 他在营座也有法国餐厅 然后呢他跟这间酒厂也有合作 推出了这个气泡酒 据说现在气泡酒是很有人气的 那他配法缠也非常的棒 对啊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入手一瓶 那他们家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各种赛事 然后也都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那这种酒啊通常都会缺货 现在是刚好我们很幸运有遇到新酒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道路休息站白州 后面呢就是甲斐居之月 他们这边非常象征性的一座山 很多人呢都会来这个道路休息站装水 因为这边的水是南阿尔卑斯山脉好喝的天然水哦 哇这边好多草莓哦 咦这个好特别哦 白色的皮红色的纸 天使草莓 因为他们的水很干净 所以泥也好吃哦 伴手里的话刚刚经过 然后没有时间进去的晶晶轩 大家在这里也买得到 那如果想要买一些酒类的话 这里也有板 这里还有一些手作的可乐耶 好特别哦 好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伟白川溪谷 这里呢就是那个雨多田光 他过去啊曾经拍那个矿泉水的广告 就是在这边拍的 那这部影片啊 我也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北渡是这边的水源 他是多么的重视 然后视为珍宝 那我们在这里啊也可以 用我们的肉眼见证 从那个甲斐居之月流下来的水 是多么的清澈 那在途中啊我们还会经过一个神社 那个神社呢是叫做 甲斐居之月 居之月神社 他呢就是山神信仰 因为也是很多人会来这边登山 像刚刚啊就是我们不是去喝那个七贤日本酒 据说啊他那边的酿酒负责人 他是每一年都会扛着两三瓶的酒 登上那个山 然后去祭神 哇非常的浅诚 就是有点感动 那就是我们也可以经过那个神社 稍微的看一下 那边氛围超棒的 然后就是如果你是要去登山的话 也可以稍微拜一下 然后再继续的往前行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推荐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走走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新野度假村 里头那里八月 对这里呢不只是可以住宿 他呢还有设一个蜜蜂兜里 就是两旁有很多商店 还蛮多只是来观光的人 会到这边来玩 不做所以也可以享受一下新野的氛围 我们看到了一间这个完山咖啡 他是清景泽很有名的一间咖啡店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这里也有 他在这里啊还可以试喝欸 我觉得很不错 跟他说自己平常都喝什么咖啡 他就会帮你选 像我就不太喜欢喝酸的咖啡 所以他的那个限定就比较酸一点 但是他是说会有那种花香的感觉 嗯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不酸的咖啡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 新野度假村里面一个葡萄酒市饮的设施 这里呢收集了山梨县以及长野县的 好喝的葡萄酒 如果喝了喜欢也可以直接购买 大家如果想要试饮的话就去柜台跟他说 他就会给你一张卡片 最后呢他会从这张卡片的记录去跟你做结账 这样子 然后刚刚他推荐的是这个 Ikeno酒罩 好像说是小渊泽那边一个女性酿酒的 然后是非常有人情 我现在所选的这个Ikeno的Moonlight 它呢是只有饰饮而已 没有在做贩卖 所以很值得来这边尝试耶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带大家探索 山梨县北都市的一个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耶 就是被群山环绕 然后东西也好吃 景点呢也很悠闲 只是呢要注意 因为我这次来啊 是他们的比较闲散企 大家未来来 如果是春天夏天 人可能会有很多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我之后也会继续分享日本的旅游资讯 喜欢来日本旅游的话一定要追踪我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我们下部影片 我们下部影片